我擔心,如果警方清場,很多人號召去阻止警方清場的話,人多集劫,這些鐵絲、竹枝都可能會令到市民受傷,會增加群眾受傷的風險。 學聯就說竹鵬不是由他們搭建,但是相信不會有問題。 我的理解是鵬枝是佔領者自發運回來的,工人也有幫到忙,而鵬枝不是在於攻擊一些來襲的人,或是攻擊其他人,他的目標是切障礙在這裡。 他說所有佔領者確守的原則是非暴力,不會主動攻擊其他人,問題是有衝突發生的時候,警方可不可以控制場面? 無線電視機者,趙沛如報導。 金鐘導致